嗨,大家好,我是邪迪 这是我们刘老板了 就这样子,刘老板 感谢你这两天对我的照顾 刘老板是非常辛苦的 每天晚上又要和面,又要洗面,又要折腾配菜的 好好好,行,你赶快回去休息 好好行 刘老板一天 去大华那买个菜去 还要去买菜 所以说搞这个餐饮啊,真的是辛苦 白天上十个小时的班,晚上还得各种加班 我订的菜 订的菜是吧,行 那这样子,快快快,你快回去 现在是七点左右 我呢,是七点的车 从杰度城离开 回这个佩克顿 街上人都没有的 这还有两个哥们 就在这个车站 门口就睡了 也是厉害 早上刘老板买的咖啡 喝一会儿 这车可能还要再过半小时才来呢 我昨天不是买了一个小剪刀吗 理发的 还没剪呢 就昨天 有点累了 等到 今天吧 或者明天 找个机会 我自个儿再去想办法把我的这个 发型修一下 我们这环球旅行啊 就学了一生的本事 回国都不想去理发店了 是不是 想挣我一毛钱 不可能 这城市开始复苏了 我还没洗脸呢 等会儿上到大巴上了以后 也赶紧睡 早上七点半出发 可能要到下午一点多才到佩克顿 七点零六 车来了 就是去佩克顿 资民利 利资民 你去哪里 去佩克顿 去佩克顿 对 利资民 这里 这里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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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半了 哎呀 发车了 发车了 基督城到佩克顿 三百四十公里吧 反正要到下午一点多才到 赶紧的睡一觉吧 哎呦 现在又到了凯库拉了 要在这差不多停上半个小时呢 哎呀 我也要下车 哎呀 哎呀 活动活动了 我的美味 我做主 呵呵 昨天打包了一个肉夹馍 哎呀 真的好累 喝上一瓶这个冰红茶 嗯 可是 确实是有冰红茶味儿 就是我上次喝完没洗 直接灌的水 呵呵 一吸还能感觉到这是冰红茶 这个肉夹馍呢 我昨天带回去了嘛 然后早上的时候用微波炉热了一下 先吃点 干个早餐 嗯 嗯 嗯 坐车上就 坐得人腰疼 你看看看看看 总有胆子大的 是不是啊 你看你看你看 你为什么不 呵呵 还打人家走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这个鸟在怀疑人生 为什么我刚才不宰得大一点 你看它又回来了啊 你看 这鸟在怀疑人生 为什么我刚才不宰得大一点 你看它又回来了啊 白鸟面包现在也没问题 这海贼的食物被另一个海贼偷了 嗯 它又来了 放三个 放三个 我还不相信 你不心动 心动 不如行动啊 小心又被人偷了啊 嗯 四个了啊 哎呀呀呀呀 看来得给它尝个甜头 嗯 来 一步一步的 嗯 好 不给了 看这上面还有四个呢 这个鸟也在怀疑自己的人生 呵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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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下手吗 我要离开一下 是不是 看好了 哎哎哎哎 应该被人 应该被人抢了吧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哈 呵呵呵 哈哈 呵呵呵 呵呵 这 constituency 这个豬真的是好尴尬呀 呵呵呵 被人偷了两次 呵呵 呵呵 呵 可能还是同一只 region 大家给他扔一点 反正它显得太可怜了 这个鸟胆子终于大了 反正这个白面膜还有一点我吃不完了 最后一块吃完就赶紧走给人远一点 最后一口一人一半我给你掰小一点一起吃个早餐 凯库拉前前后后来了三趟 11点了继续出发 还有两个小时才到佩克顿 1点10分左右到吧 等我以后再来凯库拉 报个观金坛 12点多钟了 我呢也算是睡醒了 还有个十几二十分钟吧 我公共车就到佩克顿了 1点10分 我们呢准时回到了佩克顿 来过这里啊 因为我就是从佩林顿 坐船到的皮克顿 那时候我就住在 对前面这一下 亚特兰蒂斯背包客青年旅社 上次就住这儿吧 然后这里离港口比较近 往下走就到了 哎呀我们先去港口了 好了 已经到了港口了 哦 这儿到了 皮克顿 好了 一张东西 我先到那个港口里边 这艘船 我呢是预定的 一个是晚上七点多的那一班船 Blue Bridge的船 前面早上中午的船都订不到票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要提早订票的 我先到这个大厅里 来休息上一会儿 找个地方 哎呀坐一会儿吧 这艘船是英特尔这个公司的 国有企业 这应该是装好了吗 我买的是Blue Bridge那家公司的 下午六点多才登船呢 英特尔这边大厅比较大一点 更方便一点 我呢就在这儿准备工作一会儿 还有差不多五个小时呢 好了 输入密码 一工作就是两三个小时啊 现在正在深沉 这么多车啊 都是准备坐船的回北岛 我刚才一直是在英特尔那边 而我的船票呢是Blue Bridge的 我现在还工作完了吗 走出来转一转 哎 这还有一家Subway 吃这个吗还是吃哪个呢我在想 就得吃点东西啊 船上算说也有吃的 但船上的贵 大概六点多钟七点钟就差不多要上船了 现在都四点了 好像也就那一家了 这家Subway的位置真的是无敌了呀 就在这个火车站的站台上 这也是通火车的啊 我呢要去那边 还得走一阵子呢 嗯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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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离开那个惠林顿的车票 买了去淘宝湖 淘宝湖的住宿呢 也订了一个贵宝客新年旅社 200块钱一个床位 然后又回这个奥克兰的船票 车票也买了 哎呀 就差不多了 因为下个星期呢 我得去加拿大大使馆是录指纹 这个活搞定了 我就可以暂时先离开一下新西兰了 更希望就是下个星期一 或者星期节 能升到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吧 要是能给我发签证就好了 我还得回 回奥塔利亚 哎 吃点东西 那个船上也有吃的 饿不着